欢迎来到404档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2022年1月15日 距离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已经1073天 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 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 并没有被民众遗忘 为公共安全和健康充当吹哨人 成为他闪亮的木志明 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评论区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写下日记 网民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 自己的生活与命运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 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由于李文亮的微博 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 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 每日片段精选辈分 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今年将至 中国的百姓却因为仓促的政策变动而备受煎熬 名为孔文涛198706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来看看你 大家日子过得不容易 希望你能保佑我们尽快走出这场迷雾 怀念你 名为彭晓彤同学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虽然阳过阳康了 但突然觉得这个时代变了 到处充满焦虑 充满压力 越来越难 现在还得了慢性知己管言 我们的孩子 以后的时代希望不要太难啊 名为微微和向日葵的网友说道 老李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盼头 这疫情究竟害了多少人 我们究竟要怎么办 名为花谢花开一场梦的网友说道 新冠康复后 心脏总是隐隐不舒服 中年这个年纪 不敢休息太久 不敢生病 生活吧 应该不要那么多抱怨 可是太多不容易 都不敢说累 名为 南京薄荷糖的网友说道 新冠以泪以管了 这三年发生了很多事 民众也在慢慢地醒悟 你的提醒一直在人民心里 名为 顾背丽丽的网友说道 今天我的妈妈没了 新冠并发肺炎 最后心衰死亡 三年了 我们还是什么都没能做到 只能等着病毒自然变异 放过我们 代价是那些老人 和体质虚弱的病人 这个冬天好冷 一如2019年的冬天 名为 我是李的某某某的网友说道 8号 似乎尘埃落定 似乎是烽火四起 李医生早 希望一切都好 名为 小刘某某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副告贴满了墙 好多老人没挺过这个冬天 我的爷爷也是 名为 Moon Records的网友说道 突然想起了您 2023年疫情时代 没变又变了 希望更有勇气去生活 名为 津津江江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我们过年可以出门了 不用困在家里了 三年了 感谢你 但是 这个世界仔细看 并没有变 名为 头像就是白静廷本人的网友说道 很久没来了 因为医院很忙 你懂得 忙死了 阎王爷 见了医务人员 也要怕 怨气太重了 名为 波罗蜜多多灾乎的网友说道 疫情三年了 结束了 北方过小年了 祝安息 祝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三年疫情能够吸取到什么教训呢 希望人人都能记得你说过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名为 李小的虫的网友说道 那几个训诫你的人还好吗 名为 福慧双修Peter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明天小年 很怀念你这个吹哨人 希望今后的日子 人们都能说真话 敢说真话 而不被训诫 名为Vadian的网友说道 不报人间 曾浮苦 九州处处 有阳康 名为Misakis的网友说道 三年前 抢菜 抢25块钱一个的口罩 三年后 抢药 各种药 和血氧仪 其实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这个评论区 是英雄和凡人的纪念碑 这么说是因为 英雄同样来自凡人 并因其平凡而伟大 英雄在这里 接受凡人的怀念 也承载着凡人们的世界 以上是中国数字时代 对李伟亮医生微博评论的 近日精确 我们将持续关注 报道和记录 互联网上民众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ilgram平台向我们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